今天比較奇怪 表面上跟大家去吃一個日航的火鍋放題 但實際上,我是跟大家去一間變種的沙尼亞餐廳 即是一間日式的二式快餐店 我想沙尼亞,大家都很清楚 大概會吃甚麼 都是一些便宜的西餐 好像有薄餅、意粉、小食、沙律等等 出名的就是便宜、漂亮、又快 排隊要久一點 不過現在開越多分店 而且疫情關係,排隊的人龍基本上都不存在 現在沒有了晚試堂食 這間日航的火鍋放題店 就來一朝大變身 將自己的其中一間分店 轉做以沙尼亞模式經營 無論價位、配套方面都非常接近 看看能否殺出一條血路 而我今天吃的就是JK Brothers 在荃灣的這間分店 這間分店的位置 雖然在荃灣市中心區域 但周邊的環境 說真的,真是一般 大家如果要去的話 就是這個全新天地 向著街市的這一邊 靠近陽屋道街市旁邊的路口走進去 穿過街市,到街口轉角的位置 這棟高一點,新一點的大廈 轉角灣 就是這間餐廳所在的位置 樓下附近 全部都是街市 尤其是我去的那天 有些雨 環境更加不太理想 但如果 各位街坊離開這裡 想吃一間便宜的 又坐得很舒服的話 這裡就不錯了 去到八月坊的商場 在這個位置 坐扶手電梯上去 上去之後 再轉升 坐升降機上去 升降機 也能看到周圍的環境 看看 周邊全部都是舊樓 上去之後 一開門 就看到一間餐廳 全層的 佈置上也挺有特色 一貫在尖沙咀銅鑼灣分店 一樣 有些怪獸 妖怪的佈置 我去的 是星期日 中午時間 大約點幾兩點 原本我打算坐升降機 周圍環境又一般 應該都沒什麼人 但上去 都不算沒人 餐廳 一來有些人 就拿外賣 我看也有不少外賣放在這裡 另一方面 入面坐位 卡位基本上都坐到七八成 在這些人方形的桌子 沒有人坐 基本上我想所有的桌子 大概一半左右有人坐 不過 大家看看桌子 我們兩個人 坐的這張桌 基本上 六七個人都沒問題 所以實際上我想大概都坐了四份一半左右 看看桌子多大 餐廳的環境就是這樣 向窗邊的就是這些大的卡位 跟著有些長方形的桌子 另外一邊 就再一拉卡位 這裡就探索QR Code 下單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無論價位 食物種類 都非常接近薩利亞 主要的不同 這裡就多了一些刺身 以及韓式的炸雞 應該是原本這間餐廳有的東西 所以就加進去餐牌 和大家很快地看一下 冷盤沙律類 就由8元到26元 好像有糖心蛋 8元 泡菜16元 中華沙律19元 和風粟米沙律 和胡麻番茄沙律 就22元 甜蝦豆腐沙律 就26元 熱盤小食類 就由18元起 就好像有18元的午餐肉薯條 19元的黃金多士 一口甜薯 金黃芝士年糕 脆皮腸配薯角 番茄肉丸配薯角 然後去到貴一點 就有吉列 炸山蠔 或者海中蝦 就22元 燒青魚 就32元 去到最貴最貴的 就是圓條蒲燒鰻魚 就78元 大家可以看一下 再跟著 就是餐湯和麵包類 就由10元到16元 不等 就有蒜蓉包 忌廉湯 雪龍湯 等等 跟著 特色一點 這個薩尼亞帽 就是刺身丹飯類 就有兩款刺身丹 分別是山 風 兩款刺身丹 分別是海 浪 刺身丹 32元 刺身丹 42元 配搭上 32元 可以有三文魚 八爪魚 帶子 或者 三文魚 甜蝦 刺身性 就是三文魚 不記貝 八爪魚 或者 三文魚 甜蝦 八爪魚 帶子 另外還有一些韓式的 醬油蝦 醬油鮑魚 就66元 不過大家下訂單時 就要留意一下 因為它的分類是刺身 我起初以為我點的是刺身 沒有留意 原來它是刺身丹 是有飯的 大家要看清楚 再來 也是這間鋪 特色一點 就是韓式的炸雞 基本上 除了原味46元之外 其他也是42元 也有多款不同的口味 接著 就一般的異式食品 好像有Pizza 就由30元 到36元 30元 就有三重芝士Pizza 韓風朝鮮Pizza 和風明太子蟹棒Pizza 雞肉野菌Pizza 這些就30元 貴一點 千島大蝦Pizza 黑松露雞肉野菌Pizza 就32元 再貴一點 和風鰻魚Pizza 和雜錦海鮮Pizza 就36元 再來就是飯類 也不貴 由8元到32元 對 8元 不過是白飯 白飯就8元 牛丼和拿破崙 肉醬煎蛋飯就28元 西京豬軟骨芝士飯 或者 牛肝菌汁 雞扒飯 就32元 而麵或者意粉類 就由30元到36元 肉醬意粉 30元 拿破崙 肉丸意大利粉 香草飯辣貝意大利粉 牛肝菌 蘑菇雞肉意大利粉 就32元 最貴的 紀念明太子刀剎麵 就36元 另外還有年糕類 卡邦尼年糕 或者豚肉辣炒年糕 就36元 食素的朋友 也有些選擇 就有植物肉系列 就有吉列酥炸豬扒 配薯角 或者鮮茄肉丸意大利粉 不過這個植物系列就相對貴一點 意粉要48元 豬扒配薯角就要59元 不少可以 當然還有甜品 也是十多元 都有多款選擇 不過我去過很多款都受慶 好像這個奶黃牛角包 香滑吉士牛角包 這些就受慶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另外 還有14元杯的muffet pick 雪糕 都有多款不同的口味 最後最後 也是非常 近次薩尼亞的 就是有一個自助飲品吧 成人每位 13元 小童 8元 印象中好像跟薩尼亞一樣的價錢 可以在外面的飲品區 喝飲飲飲飲 不過如果你不點這個飲飲 也可以散叫它的飲品 不過 就貴一點 基本上都要20多元 所以都是喝自助飲飲飲 我們 兩個人 就叫了 番茄肉丸配薯角 19元 牛肝菌汁 雞扒飯 32元 日式刺身當 山 即是 三文魚 八爪魚 以及 帶子的刺身當飯 千島大蝦薄餅 32元 另外後加了一個 肉汁意粉 30元 當然 兩位都有加配自助飲品吧 每位13元 加起來 五樣食物 再加兩位自助飲品 加起來就171元 價格上 OK 算是不錯的 好 先跟大家出去看看 自助飲品區有什麼選擇 選擇上 不算特別豐富 一部汽水機 加一部熱飲機 汽水機 有 四五款不同的飲品 普通的可樂、雪碧、芬達 都有 另外一部熱飲機 就有 咖啡奶茶 巧克力 檸檬茶 有紫綠茶 等等 它有寫冷和熱的 但泡出來 原來凍熱 都是熱的 基本上凍的 應該是要自己加冰 這個奇怪一點 這裡的冰 就是一個 冰箱 蓋著 相對就簡陋一點 飲品 就是這樣 杯就是這些小小的杯 大小小 會好一點 現在這個份量小小 想喝多一點也要多分幾個 看看我們的飲品 飲完一杯又一杯 好 預備開餐 這裏上菜 特別一點 不過現在都越來越普遍 就是用這些機械人送餐 機械人 很有禮貌 大家看看 會和你打招呼 說一下拜拜 挺有趣 不過 它也不是全部都是由機械人送來的 久不久 職員都會拿過來 所以我不知道要怎麼分 好 首先就是這個刺身檔 非常划算的 32元 小碗 就有三片三文魚 兩片八爪魚 兩粒仔的帶子 三文魚就正常大片OK的 八爪魚也是正常 合格的 帶子 就是略嫌小粒了一點 兩粒仔加起來 我想都沒有半粒 這個就差一點 我想起碼都切大粒 這粒真的是 分量OK的 細細碗 味道都正常 刺身都算新鮮 不錯的 32元 算是這樣的 再跟著 就是這個 肉丸配薯角 肉丸和薯角都是 大路水平 肉丸的質感OK的 不差的 薯角都是脆口 只是剛剛炸的 不過略嫌汁 用茄汁 跟平時吃開這些肉丸 在現在家司 餐廳吃的 不太同 茄汁相對不太合 可能因為習慣了吃現在的肉丸 配那隻醬 這裏配茄汁 感覺上好像差一點 但是本身的肉質都OK的 不差的 再來 牛肝菌汁 雞扒 飯 也是小小盒 雞扒也算大塊 配上這些牛肝菌汁 汁的味道 真的幾重 菇菌味 適合的會覺得他幾香 這個不錯 雞扒 煎得也挺香 脆口 質地也挺好 再來 千島大蝦Pizza 這個Pizza 不算很大 他說的大蝦 就是這些蝦 我想他應該不會用大蝦形容好 就這樣寫千島蝦 我想會貼切一點 因為蝦真的不太大 但是 Pizza的味道 有點驚喜 薄薄脆脆 也焗得挺香 味道 偏濃一點 但是可以接受的 千島醬甜甜的味道 相對濃一點 但是我接受到的 OK的 不錯的 他的蝦 都平均分佈了在Pizza 基本上我切六件 每件有一隻 這個餅底不錯 比較薄身 比較脆口 蠻好的 蠻香 最後 因為他每碟的份量 都不算很大 我們 再後加多一碟 肉醬意粉 試試這個意粉類給大家看看 亦都是 不算很大碟 但煮得也不錯 肉醬 滿佈在意粉 味道OK 整體也不錯 意粉的質地也不錯 像是港式快餐店的意粉味道 不錯的 整體 各樣食物的水平都不錯 不算超高質 但性價比 相當不足 大部分都是20-30元 左右 不過大家要留意 它的份量不算很大碟 如果你大吃一點的話 可能就這樣一個飯一個意粉 是不夠飽的 怎麼都要配多一兩樣其他東西 這道食物的份量 相比起薩尼亞 相對就 感覺上小一點點 價位相近 如果比對這兩間來說 這間就多一點特色的食物 好像多了一些刺身炸雞 選擇上 不錯 大家如果實驗薩尼亞的話 不妨試一下這間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我不知道這間餐廳 這個形式會維持多久 因為它始終 原本是一間火鍋放題店 遲些如果 疫情緩和了之後 會不會做回火鍋 沒有了這些呢 我就不知道 如果大家不怕最近疫情那麼嚴重的話 離開這頭 或者住在附近 不妨試一下 而且這裡的座位 真的多闊落 受感染的機會 我覺得 相對都會小一點 每張桌子之間 距離都比較遠 五樣東西加起來 171元 還要配了兩位的 飲飲 非常之划算 下次再和大家試吃過其他東西 拜拜